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哎 小孩子有点自闭症啊 脑子啊 要当心啊 接下来我往下看啊 哎呦 这一段也不好 骨头也不好 他啊 你特别要当心哦 师父啊 他身上有灵性啊 是你的孩子是吧 是你的 他的太太啊 你们 你跟他太太两个人啊 你们是不是有钓过孩子啊 有钓过孩子吗 没有啊 那可能是他妈妈的 可能是他妈妈的 就是他的妈妈的 一个小孩 给他念 五十六张小房子 五十六张 你是他爸爸是吧 你有没有 你做的事业 生意有没有杀业啊 没有 他没有 他没有杀业 是吧 跟他爸爸的业障有关系 一个小孩 跟他爸爸业障有关系 我不知道怎么讲 师父啊 他从出生的时候到现在 不会说话 就是不会讲话呀 鬼在身上呀 一个小鬼在他身上 年小房子而已 现在几岁了 六岁了 不是不会说话 会有声音的 会讲的 啊啊啊叫 但是不会讲话 对 有一个耳朵也不好 耳朵 左还是右 属什么 属老虎 左面 左边 特别当心啊 左面耳朵听不大清楚啊 所以他不会讲话 你们要锻炼他 锻炼他讲话 要教他 明白了吗 他能叫就是声带还是能发音 他主要是大脑控制不住 他的声带 声线 脑子啊 还是脑子问题 你如果帮他念小房子能够 我看要念280张小房子之后 孩子会好起来了 但是不会完全恢复的 一直念 一直念 念到很多很多了 孩子才会好起来 而且这个孩子骨头也不是太好 骨头啊 好 你跟他讲印尼话 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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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印尼人啊 不是 这是印尼人 你告诉他呀 骨头不好 你告诉他呀 骨头不好 听得懂不啦 听懂 叫他好好念 还有叫他爸爸要当心 他爸爸要当心 他爸爸要当心 因为他妈妈在我今天有些话 不宜跟他爸爸讲 所以他爸爸心里都明白 所以呢 叫他爸爸多念经 好吧 好 他爸爸 他爸爸太 handsome boy了 所以这个桃花韵就比较盛开了 你不要跟他翻译了 你就告诉他 哎呀 东方台你看这么多花 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 还有吗 没有了 没有了 你叫他放生啊 放生 我看放生 放2600条鱼 2600条鱼 2600条鱼 好吧 好 会好起来的 好 他现在几岁啊 六岁了 那你念经好好念 半年当中会明显的好转 要真的要好得比较厉害的话 是一年半 一年半 就是七岁半的时候 会好得很多 好 好不好 好 欢恩师父 感恩到此道别 祝福救了 管道林 管世音不上 感恩师 我自己的夜长 我自己呗 大家看到了吧 可怜吗 你们真的 养了一个孩子这个样 你们现在看到了吧 就是来要债的 你看 看见吗 叫什么名字啊 他叫什么名字啊 他叫杨元宏 我马上先治他一下 他叫什么名字啊 杨元宏 杨元宏 好了 你说吧 09年属牛的 什么 09年属牛的 09年属牛的 因为我不敢对孩子太重啊 有一次也是个小孩子 在妈妈边上烦得不得了 台长看图腾 结果我稍微用了点劲 这小孩子鼻子马上就出血了 从来不出血 所以我现在对孩子不敢用气太足 我怕他伤了他嘛 对不对啊 你看现在老实了吧 刚跑来打妈妈 现在躲在妈妈后面 现在躲在妈妈后面 看见吧 没办法了 你呀欠他的上辈子 听得到吧 他是讨债鬼 喂 你上辈子是个男的 跟刚才那个女的也差不多了 要食恶不做了呀 食恶不赦了 真的 出了 你现在我看你还是看孩子了 看孩子 几几年数什么的了 09年属牛的 就是一个灵性啊 在他身上啊 是不是我打抬他孩子 对 两个 要念多少小房子 89张 放生了 什么 放生 放生两千条 他魂魄齐不齐的 灵性已经在他身上了 经常做那些怪异的动作 对对对 真的 头还晃 对对对 对对 跟你说啊 两个小鬼啊 还自己跟自己搞来搞去 对对对 看见吗 对 而且 我告诉你 一到晚上 晚上就不要睡觉 嗯嗯 白天还睡 晚上不睡觉 吃东西挑食 嗯嗯嗯 明白了吗 对对对 两个小鬼 疲得不得了 是的是的 嗯嗯 你现在赶快把他超度掉 不超度掉的话 他以后慢慢把它弄得像神经病一样 然后呢 这里撞一下那里弄一下就摊在床上 最后呢要你照顾 然后等到这孩子差不多了 因为他像现在这个孩子活不长的 我现在看他 这个人给他活到24岁 就要叫他走的 听得懂吗 然后24岁把这个孩子弄死之后 折磨死之后 他就上你身了 然后接下来就搞你了 听得懂吗 就是这个 嗯嗯好的 嗯 然后他主人的颜色呢 属什么 属牛的 偏深色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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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这么小肠胃也不好 对对对 是的 这小孩子眼睛啊 经常怪怪的 对对对对 是的 明白了吗 知道了 他的魂魄齐不齐的 魂魄肯定不齐啊 有鬼在身上啊 他每天都要 他还有一个 你们家里还有个鬼啊 在你们家进门 在你们家进门的左面 对 你们家有一个储藏室 也不知道他们暗暗的这个房间 脏的很脏的 卫生间啊 左面 左边是一个卫生间 啊 看见没有了 那我们家福台好不好 啊 福台 福台在窗户边上 还可以 哎 你稍微 卫生一点好吧 我看你家乱的嘞 这个客厅里脏的嘞 这个客厅里脏的嘞 都堆的嘞 沙发上这个东西 是的 是的 大家听到了吗 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 而且还有味道 一走进叫你们家有味道 对对对 你家吃荤的啊 没有全部吃素了 吃全素了 对 只有 那什么味道啊 老房子的味道啊 我想把那个房子把它卖掉 能不能卖 能卖 这个 你这个地段还不错 地区蛮好的 然后我想换一颗小套的 换一个小的吗 好了 这个太大了 你们家 跑到门口都是鞋子 还有 你踏脚的那个垫子啊 你不要放在门里边啊 放在门外面啊 这都不懂啊 把脏的东西都踩在外面啊 好的好的 人家也不会跑到你们家里来踩你家那个门垫的了 你把它放在里边了 那把脏的东西都带到你家里来了 小气的不得了 小气 很小气 那你让他讲完 你还说问题啊 他很可怜的啊 他一辈子劳碌命 是的 告诉你了 你很苦的 你是来还债的 对的是 你还被老公要打的 听得懂吗 你们自己呢 不懂得念经 听得懂吗 讲话嘛 又不注意 开始老公跟你追你的时候嘛 牛都不得了 结了婚了嘛 他就不知道了 从奴隶到将军了 人家 你变成将军到奴隶了 嗯 所以现在是很可怜 我们公司的 嗯 你让他讲 让他讲没关系的 帮帮他 师父实际上现在讲他是在帮他消夜了 你们知道吗 嗯 他待会他就开心了 帮他在消夜账 那我自己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心经 每天念二十一遍 大悲咒 二十一遍 礼佛念五遍 好的 明白了吗 好 你们看这小孩子到现在没动过 一直躲在后面 看见吧 看见我怕的 小鬼看见台长不怕 啊 看见了不了 你告诉我 有这么老实过不了 对 他一直在动的 啊 现在动不了 我叫他躺在地板上不动都可以的 问题马上你要送他急救了就麻烦了 好了 你要自己要吃素了 我吃了三年的素了 啊 我身体肠胃 啊 你学过其他法门 我的身体肠胃 肠胃 右面 右面非常不好 嗯 胆也不好 嗯 这里吃了油了这里就痛 嗯 有感觉 嗯嗯 对不对了 嗯 对不对了 对 还有啊 你别看你胖啊 你的腰很不好 对对对 嗯 嗯 哎 太胖了 肚子很大 是的 嗯 嗯 明白吧 好的 嗯 那就是老太太孩子 超度87张 87张念完之后就会走的 哦 不对不对 对 对 你家里还有个老太太 白头发 哦 80%白头发 有一个老太太 哦 那有多少张小房子 眼睛蛮大的 这老太太 这老太太很精神 死掉了 那 经常回你们家 难怪我家里经常有 晚上 声音 对对对 他在你们抢房顶上 对对对 嗯 他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这个念49张就可以了 49张 好吗 嗯 然后我自己的图的颜色是什么 好嘞 你自己图成也这么就不要看了 把鬼赶快念掉吧 好吗 好 你看 老师吧 看见了吧 看见了吧 师傅 这个是我的孙子 孙子 男的 这个是我的女儿 他的妈妈 然后这个是小猴 那是外孙是不是 对 这个是小猴的 几几年属猴的 84 84年属猴的 2004 2004 2004 84年 对对 讲错了 吓我一跳 2004 插得太难了 十年属猴的 啊 他完全被个鬼控制住了 那 杀业 杀业 家里有没有人杀过大的动物 大的动物 他 有没有杀过 老公杀过没有 老公杀过没有 或者人家为他杀的 可能是他的娘 家娘 他的岳母 只要是家族里边的 杀猪啊 杀个牛啊 都算 杀那个好像 币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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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啦 蛤 鸭子啊 对 鸭子 鸭子 蛤 乌龟 好像叫乌龟 甲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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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鸭子 哎呀 我的妈呀 真的杀了个大甲鱼哦 大甲鱼 大的 哎呦 你看他这个头啊 手啊 脚啊 你看看了吧 看了吧 看了吧 看见了吗 手就这样了 看见了吗 爪子啊 爪子 给他念小房子吧 先念108张 108张 然后再不停地念 大概要念到1300张 他才会好一点 但是这个孩子脑子会清楚 就是身上不能动 好 已经被灵性控制住了 但是念到之后 可能要动个手术 因为脑子很清楚之后 灵性走掉了 那么他脑子会很清楚 然后呢 身体上要动个手术 之后 把他骨头啊 身体啊 拉直 慢慢的他才能站起来 否则他一辈子就这样了 好 听得懂吗 其实他现在脑子很清楚的 你明白吗 还要给他放生 要放生 要多少 放假鱼要放 放假鱼 嗯 我看要放几个 我的妈呀 要放60个 60个 嗯 大假鱼 大的小的都可以 好 好吗 他没什么大问题 脑子会很清楚 要放鱼吗 放 放 多少条 五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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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他家里也有假鱼 家里啊 家里 他家里的风水上也有假鱼 没有啊 哦 家里的风水啊 也不好 他一回到家里 就很不开心啊 嗯 对对对师父 他比较喜欢出去玩 回到家里就想吵架 对 嗯 很麻烦 家里要念小房子 二十七张 好吧 功课要念几遍师父 功课们就心经大悲咒 礼佛呀 还要念姐姐咒 姐姐咒大概要念四十九遍 一天 四十九遍 嗯 好吗 好师父 其他没什么 骨头稍微有点歪 两个脚的骨头啊 对 有点歪 有短的 一个长一个短的 一个长一个短 嗯 鼓掌 鼓掌 好了 感恩师父 好 感恩师父 感恩大摩大师大悲 祝苦救那广大灵感光 生意菩萨摩和沙 感恩主为摩菩萨 阿龙天护法 感恩伟大的恩师师父 卢金鸿台长 师父我们的业障是几杯 呃 请问一下1979年属羊男的 身体健康还有没有 有没有灵性 79年 属羊男的 属羊的男的 身体健康还有没有 有没有灵性 灵性还有 有 肠胃不好 嗯 咽喉 这里啊 经常咳嗽 有开过道 开过道 听见没有啊 现在知道了吧 对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晚年心脏有问题 明白了吗 有 心脏有问题 脾气不大好啊 对 一直发脾气 经常发脾气 对 爱喝酒 然后肠胃有开过道 切掉了 切掉了 切掉这么一段 对对对 啊 都看得很清楚了 对对 啊 啊 啊 师傅 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还有放生 几条一 小房子一共要280张 280张 慢慢念 慢慢念 好 放生给他放1500条 以前放很多了师傅 差不多几千条 那当然了 我说的1500条 就是说对这个毛病 好 那么你要多放 多做功德 就是好事情 好 好的 多做功德多多放 好吗 好 功课的经文要怎么调 功课嘛 心经多念一点 49遍 好吧 嗯 没什么问题的 师傅请问一下 是你老公啊 对 你老公脾气坏得不得了 对 而且不讲道理 对 你的儿子很好 对 他很孝顺哦 孝顺你的 他是你的保护神 他告诉你 要没他保护神的话 你惨了 听得懂吗 你气量要大一点 你的命更当中 会经历过一次婚姻的风波 咬咬牙 看着孩子不要离婚 就不离 不离 听得懂吗 不离 他因为外面会有一个女人的 跟他很好的 嗯 听得懂吗 时间长了 你坚持了 这个女的可能就退了 华人还是马来人 你老公 他是华人 外面如果有女人 华人还是马来人 马来人啊 不是 我的老公是华人 如果遇到女人 遇到华人还是马来人 你叫我给你看 这个 这个是女的 是什么地方人啊 对 我告诉你吧 那是不可能告诉你的 师父 师父 那这种事情不能讲的 师父他不在这边 人家经常来问 我就要问他 你老公在不在啊 或者你老婆在不在这里啊 他说在我就不讲了 不能讲呢 他不在这边 不能讲 不能讲 师父 他 会试吗 什么 他会试吗 会看到女人就乱乱来 他以后碰到了吗 哇 你天天念经啊 OK 念掉就好了 嗯 对不对啊 你不要太烦就好了 嗯 他就是觉得你烦呀 嗯 听得懂不了 他不听话 其他没什么的 你这个老公不好面子 嗯 哎呦 全看得出来的 对 好面子 没事的 好吧 好 师父 声文的名字成功吗 成美慧 名字啊 谁的名字啊 我的 声文是吧 对 成美慧 美丽的美智慧的慧 成美慧 好 声文成功了 谢谢师父 感恩观世菩萨 师父我家里的佛台 菩萨有没有来 家里的佛台 嗯 你属什么 1979年属羊 哦 有关心菩萨来过 哦 挺好 嗯 家里的气场好不好 家里的气场还不错 啊 当中客厅不错 啊 右边 靠 右边的 靠 右边的 靠脚的地方 嗯 那个地方不是太好 其他地方还可以 师父我家里没有客厅 没有客厅啊 没有 就是走进去这个地方 还可以 走进去 哦 OK 一走进去 还有一块空间 蛮亮的 对 对 对 好像你还插了一朵花 对 我插 对 棉花 师父请问下 剩下一个 我家 我新家的气场好不好 你一直问好了 哦 对不起 只有一个 对不起师父 家里的气场还不错 新的家 嗯 还不错 新家的气场 还可以 好 师父感恩 讲吧 感恩 感恩如台讲 我想问两个 我自己的业家 我自己的业家 没关系 讲吧 我想问两个盲人 问两个盲人 一个是我的父亲 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啊 工厂张的 工厂张 张什么 木 木材的木 张木 吉祥的吉 吉祥的吉 张木吉 2004年 2004年走的 是 张木吉 哦 你的眼睛眉毛跟他特别像 是 他现在在阿修罗道 他活着的时候 脾气特别不好 对不对 是 经常发脾气 是 是 啊 我告诉你了 他在阿修罗道 继续发脾气 明白了吗 明白 你的嘴巴跟你鼻子 跟你妈妈很像 妈妈嘴巴也是这样 是 看看 我看到 哎 你爸爸跟你妈妈感情倒不错啊 是的 你妈妈走掉了是吧 妈妈还没有 啊 还在啊 还在 你要叫他当心啊 你爸爸可能来拉他的会 啊 太好了 所以老夫妻年纪太大不能太好 真的 一个要走的一个不能 哎呀伤心的呢 哎呀我明年就一定来看你了 我怎么样 好了 走掉了 明白了吗 嗯 你再问一个吧 还有一个谁 几张小房子 几张小房子 这个啊 这阿修罗道们不要少了 算了 还有一个 像你爸妈这个人脾气这么坏 小房子烧给他 他不会上天的 他一定在阿修罗道用 当钱用的 一个是我的太太 你太太 几几年啊 啊 他 2015 走 走的时候是2015年走的 是的 叫什么名字啊 双目凌 凌 美丽的美 凌美 真假的真 什么 真假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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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美真 嗯 哦 他长得蛮好看的 蛮秀气的 瓜子脸 对不对啊 是的 是的 鼻子也很高 年轻的时候牙齿特别好看 这里有一个酒窝 对不对啊 对的 他人很善良 是的 他对你特别好 是的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啊 他在天上 好 谢谢 谢谢 明白了吗 明白 我告诉你 好人 啊 一生平安 我告诉你 你到不了天上了 你以后走了 你仗不了天的 因为你做了很多坏事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就是他活着的时候 你女朋友 就很多 所以你跟我老实一点 这么大年纪了 你要想以后到天上跟他见面 你最好从现在开始老实一点 好的 你要 如果再想取一个的话 他一定要同意的 他不同意的话 他就整天弄你 因为他很爱你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他照顾你的呢 把你当儿子一样照顾 我说的对不对 对对对 台长厉害吧 现在明白了吗 师傅 我还问我的佛台佛台 佛台 家里很大 蛮有钱的 佛台挺好 有神 有菩萨 都有 好好拜 好好念经 听台长的话 好吗 好 保护好自己啊 你结很多啊 经常身体不好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今天因为你问了两个亡人了 就不能给你看图腾了 好吧 多到这里 雅加达的观音堂去拜拜 台长去开过光了 非常好 好了 好 再见 好 再见 手发麻 对不对了 对不对了 是 是 从小很苦 从小就在家里做了很多事情 像一个大人一样 帮着家里照顾家里 是 你的婚姻比较坎坷 感情运特别不好 感情运特别不好 你要注意 你的肠胃很不好 对 还有 你要注意 你的腰 腰啊 腰椎不好 站了时间久了 腰就不舒服了 对 对 你两个眼睛 有一个眼睛 特别麻烦 一个眼睛看不到清楚 是 你看 你这么乖 我帮你多看看 谢谢师傅 我看啊 啊 你要注意 你年轻的时候 妇科不好 是 啊 你也有钓过孩子 是 看看台长厉害不厉害 啊 所以 他人 人是挺好的 但是呢 他这个人呢 就是会受很多苦 而且呢 他经常呢 自己受的苦呢 就压起来了 所以他呢 要特别当心 有时候呢 压不住的话呢 他就会有一些自闭 对 他这些毛病 我都能帮他治的 很容易的 明白吗 我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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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啊 我看下来啊 右腿 对 对 右腿的关节不好 关节 对不对啊 对对 嗯 关节痛 肌肉也痛 对 对 你的 我都看到你的脚 脚啊 脚趾啊 你的脚趾的大 第二个趾啊 就是高 你就高啊 就长长了长啊 高于第一个趾 对 全看出来了 对 现在啊 你呢 听台长的话 你呢 过去年轻的时候呢 吃了太多活的东西了 你现在呢 要少吃 最好呢 跟台长说 你以后不要吃活的了 但是死的呢 可以吃 好不好 好 好吧 好 好 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台长呢 我要 问 你的关节怎么办 台长教你 好吧 好 第一 按照人间来讲 你拿一个水桶 塑料桶 每天 或者两天泡一次脚 放一点黄酒 好 好吗 好 放一条跟黄酒 然后温水泡脚 泡十五分钟 好的 你慢慢的关节就会改变 另外 因为你的孩子在你身上 在你两个部位 第一个 在你颈椎 他拉住你的脖子 所以你的颈椎很痠痛 对 这个小小鬼呢 这个两个手抓住你的脖子 两个脚呢 就踩住你的腰 所以你的腰很痛 对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呢 你一个是泡脚 第二个呢 给这个孩子要念五十三张小房子 好 好吧 然后呢 你自己每一天呢 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你 好 你就每天要念什么呢 就是念心经念二十一遍 大悲咒念十三遍 然后呢 礼佛念三遍 好 你会慢慢的好起来的 好 还有 你自己多喝点大杯水 就是家里供菩萨的水 好 好吧 好 好 你会慢慢好起来的 这个事情很简单 等到你哪一天做梦做到 忽然之间看见一个小孩子了 听得懂吗 好 那么这个孩子就是走掉了 你身上的孩子就走掉了 你就没事了 好 好 好 就是 方先生 他想问要放生多少条仪 放生是吧 是的 放生两千三百条 两千三百条 慢慢放不是一次性的 好 明白吗 因为我看你 刚刚看你家里还是蛮大的 因为你经济上还是不错的 家里蛮大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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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佛台怎么样 我看看你的佛台啊 你的佛台靠近一个像阳台边上一个窗户这里 是 看见了吗 啊 没问题 佛台蛮好 你们看啊 这些小孩子待会我要给他治病的 这些孩子都是灵性在身上 所以他根本控制不住自己要狂叫的 啊 你讲下去 啊 观世音菩萨来 来过没有 来过两次 你家里好像还供了一个神神位 是的 看见吗 台长 台长都看得见 好了 你要继续办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的水果至少要一个礼拜换一次 好的 你的水果有时候换的蛮勤 有时候你放了很长时间 是的 啊 因为我看到很多水果都扁掉了 扁掉了 扁掉了 哈哈哈 好吗 好 你这个人很老实 很好的 谢谢 叔叔 你呢要念心经开智慧 脑子要好 好 否则的话呢你就吃亏 因为你曾经在感情上吃过一次亏 是吧 是吧 你还在钱财上被人家骗过 是吧 哈哈哈 图腾一看清清楚楚 你好好念经 台长下次再来的时候 你已经不会像今天了 会变得非常非常好 谢谢叔叔 好 好好念经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雅嘎达有观音堂的 你经常去拜佛 我已经把观音堂请进去 灵的不得了 我要问王仁 好 王仁讲吧 中美兰 姓钟 是 一个钟的钟是吧 是 美呢 美丽的美 轮呢 蓝 蓝花的蓝 蓝花的蓝 中美兰 美是什么美啊 第二个什么字 美丽的美 美丽的美 中美兰 蓝 蓝的女的啊 你的 我妈妈 看到了 很干净 我告诉你啊 鼻子很大 头发往后梳的 是的 花白 耳朵很大 是 看见她了 她现在在天上呢 在遇见天 谢谢 因为她走的时候 你找人超度过的 谢谢 对不对啊 对 你想不想跟她讲两句话啊 不要 不要讲了 因为我对不起妈妈 因为妈妈叫我不要嫁这个老公 我非要嫁给她 不 对不对啊 对 对 大家看见了吗 大家要好好修的 好好念经 帮你妈妈还要念六十三张小房子 你妈妈会在天上过得更好 我可以让你妈妈到你梦里来看你的 明白吗 你很讨债 从小身体不好 你妈妈现在告诉我 听得懂吗 身体从小不好又不听话 花了她很多钱 你现在给她念六十三张小房子 她就算了 你妈妈现在说OK了 哈哈哈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台长 我来自棉兰 我要问她的在自己 孩子是吧 孩子是吧 孙子孙子 我的内生 几几年呢 2004年 啊 2004年 数什么 数猴 脑子坏掉了 对啊对啊 卢台长 好有一个灵性在她身上 有灵性 灵性一个鬼啊 她每天到了晚上闹得更厉害 白天好一点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个灵性是一个舞的 很喜欢动的 所以她人会不停的动 明白了吗 她皮肤还不好 身上皮肤啊 经常不好 她喜欢喊喊这样 呃 卢台长 是什么 你要把身上这个鬼要把它念掉 不念掉的话 她一直是这样 慢慢的 她就变得傻了 我有拍照过 有看到她的 什么 你拿话筒讲 我 我们 我的 我的 有拍照 看在后面有她的鬼咯 看见了吗 看见了 看见了吗 有看见了 她拍照 拍到这个小孩子后面的鬼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 明白了吗 台长现在都看得到她了 我现在可以 她 可以叫她老实一点 但是问题 你一定要念经给她 对对 我现在看看 她要多少张小房子 小房子 要做什么功课 啊 她叫什么名字啊 她叫恩路 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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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跟台长也在拜拜 拜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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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